在美国如何购买新房 很多买家朋友到了美国来买房子的时候 更多的是看了二手房之后 而新房之后更偏向于新房 因为它的结构设计上更加符合现在人的居住的标准 那如何去购买 因为新房在每个城市都会有不同的建商在建 那我会建议买家朋友这个时候呢 还是找一个比较专业的房产经纪 帮您做一些功课 包括说每个盘所在的位置 它所处的这个学校 附近的生活环境交通是否便利 最后选定了楼盘 那就开始启动这个购买新房的一个程序 那新房在美国的新房 从普通的到豪宅的房子 它的建设周期通常是可能在四个月到甚至一年都有 取决于房子的大小 那如果要买家购买新房的时候呢 第一个建商通常它放出的房子呢 是一期一期放来的 买家通常呢 先每个楼盘建商都会有建几个样板房 首先买家呢会去样板房挑选自己喜欢的户型 选定之后啊 比如说我们喜欢一号户型的房子 那再去销售中心去了解 现在一号户型是否已经有建好的线房 或者是说它有期房将来是在哪一块空地会开 大概多久 交房 这个时候当你选好的时候呢 第二件事就需要是排队 排队的话呢 通常建商会希望要知道买家 他是现金买还是贷款买 如果是现金买的话呢 他要提供这个资金证明 钱现在比如说已经在美国的银行了 还是说钱现在是在海外 需要给建商了解 那如果是贷款的话呢 建商通常他们希望是买家 第一贡提供你的首付资金 首付资金他们希望通常是能够已经在美国了 第二个就是您贷款用的银行 那这个时候呢 要请银行根据您的条件帮你出贷款的预批信给建商看 当这些您提供给建商之后呢 可以先上建商的这个VIP的这个清单可以进行排队 通常建商要放盘的时候呢 会大约提前几天到一个星期不等告诉买家 那买家这个时候呢 就去指定的时间去排队 如果排到您的时候呢 这个房子我们接下来就去交一个定金 每一个建商它对这个定金的要求不太一样 那同时呢会要进行签一个购房合同 签好之后呢 然后就接下来做的就是对房子进行一些升级 那在美国的话 建商升级通常是分三个档次 结构升级 电力升级和最后的室内的软装升级 那结构升级像一些这个加阳台 有些房子需要加阳台 或者需要加这个中式厨房 这个是包含在结构升级里面 电力升级呢 通常包含像室内的各个房间的这个射灯 屋顶的天花板的射灯升级 还有预留的电路 插头等 第三个升级呢 就是房屋室内的一些软装袖的升级 比如说像橱柜 像升级的话 还有厨房的一些台面 浴室里面的这个台面的升级 还有包括说墙漆 还有木地板 或者是装地毯 这一类型的升级 那通常做任何的升级的话呢 建商会告诉买家指定的设计中心 去那边进行选材料 或进行各种升级 那最后这个价钱您觉得合适的话呢 就会折到您的这个房屋的总价里面去 但是通常设计中心在对于所有的升级的时候呢 他们会需要买家交一个定金 定金可能通常有一些从20%的升级的款项 一直到50%不等 那通常新房在要交房的前一两个月的时候呢 会通知买家跟买家设定一个时间 因为交房的时候呢 会建商会派人跟买家一起宴房 那这个时间通常是房子 全部建好的头三个星期进行宴房的流程 那宴房的时候呢 买家可以过来或是由代表的经纪人帮您做宴房 通常宴房的流程呢 分几步 第一个就是室内的 室内的话呢 通常我们从电器开始 厨房 厨房的电器是否都能够用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对整个室内的像墙漆窗户 纱窗是否都有安装好 或者是对这个整个室内的墙面 是否墙漆是否都有刷好 然后再是浴室 浴室的话 这个安装是否都是标准的 是否然后水电是否都是通的 还有车库门是否能使用 那然后再是对这个墙外体的结构 进行一个检测 是否有开裂 是否有安装上有问题 如果第一次交房的时候呢 出现房子 您觉得有一些问题 需要反攻的时候呢 这个舰上这边的检查人员 会做好笔记 建议大家自己做一个记录 那通常他会在一个星期之内 帮您的房子进行反攻 反攻之后呢 会跟您在约时间 进行第二次的检查 那第二次检查 如果还是有些问题没有解决 他们同样会帮您 把这些问题都处理掉 一直到您觉得满意 把这个房子顺利的交接完 那即使是交接完之后 很多朋友也会担心说 是不是房子交接完 建商就不会再管你的房子 也不会 如果很多买家他住进这个新房之后 还是发现房子有一些当初没有检查出来的问题的时候呢 一样可以和这个建商交涉去沟通 建商还是会派专业的人士回来进行维修 买家朋友买了新房之后 通常现在的建商呢 后院的话呢 都是流出一块空地 买家朋友自己需要进行处理 那要特别注意的是 很多新房现在会有带有这个物业管理 HOA的话 那对买家搬进新房之后呢 后院要进行处理 要进行建造的话 有一定的要求 通常买下房子之后 买家朋友特别要注意 要咨询一下建商 因为每一个建商 每一个物业管理是不同的 它的那个规定也不一样 通常如果房子没有在物业管理指定的时间 把后院做好的话 通常一开始 物业会对这个屋主进行警告 包括一些小额的罚款 可能是从一百两百不等 那如果屋主这时候置之不理的话 那物业会加大对这个屋主的一些罚款 可能从几百到上千不等 那如果到最后 屋主还是不理的话 物业管理可以有权利进行对你的房子进行法拍 这个屋主如何开始做后院呢 通常屋主首先第一个要找一个有执照的承包商 最好建议买家朋友呢 会找就是自己社区附近比较熟悉 已经在这个社区有做过其他后院的有执照的承包商 来请他们估价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画图 画图的时候呢 承包商比较有经验在这一区社区做过的 他们通常会知道说物业管理的一些对后院的基本要求 每个物业社区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说该如何建造后院 用什么样的材料 包括说一些植物 一些花草 树 该只能用哪一些 他们都有规定 那画好图的时候呢 最后决定好之后 就送到这个物业HOA去进行报批 报批完之后 那承包商就可以开始启动后院的建造工程了 那通常后院全部施工完毕之后呢 屋主会需要拍个后院的照片 发送给物业管理公司 之后他们会派人过来进行最后的检查 确保所有都是 所有的后院 你的所有的建造 都是按照当时房子设计 后院设计的这个要求来做的 如果最后物业管理觉得没有问题的话呢 这个施工就算是完毕了 这个要求的 这条片我说 这个要求的 各个人 您可以刘成功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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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